各位网路朋友 我们今天呢还是得提陀罗尼 那么在我要讲玄陀罗尼之前呢 那么也就是这个法轮呢 是在转的 那么之前我再让各位就是了解 上一次我们提的 佛在陀罗尼门这个空性的 也就是这个透明性的门里面 这个空门的前后以观世音菩萨的光世音菩萨 就佛光普照到这个娑婆的世界里面 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以就是以三十二相 可以显三十二相 就是因以什么身那么化成了 那个要去度人了 他就化那个相 所以他不管任何的地方 他都可以化成那个相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三十二层的不同的 就是像类似像这个电离城一样 就一层一层的 那么这个三十二层里面呢 也中间其实也有一个可以穿透性的 可以到陀罗尼 那么但是大致我们比如说在畜生道 他从畜生专门接收畜生的念头 就是你如果人想法像畜生 你也只能打到 畜生界这个电离城打回来 所以你反射的东西呢 通常就是反应就是没办法 就是进入这个空门 那么一直在那个地方当即循环 那么也许你刚开始是得意 但是那空间很小 那么如果你越来越来拉到这个光世音菩萨这个门来 这个这个佛光菩萨的门来的时候 他说读完了这个你会觉悟 会最后的经典说这个普文坪的后面说 所有的听这个法听到这里 大家都发了一个觉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信 准备要去修行 那么也就是说跟世俗就已经看开了 对世俗已经了解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要进入陀罗尼门 我准备要进入这个陀罗尼修行了 也就是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 那么这个因缘就殊胜了 当我们进入陀罗尼的时候 那么我之前也有讲 有的人类似小圣佛教在这里要制度 但是他也会有什么上道 但是只是知道这世间是迈是假象 是一个颠倒象 那么但是这个到接下来他修行正果以后 他可能就进入了第二个领域 第二个领域也就是说他要一来过 一来过就是说他可能还要再来一次 做最后生 所以把所有的业通通消除 把所有因缘都了了 那么他才能够安心的去承道 到最后 我们从小圣的这个角度看 其实在最后生的这一段呢 其实也很像菩萨行一样 他要去度人 只是他是一个度他自己的因缘 他不是度所有的众生 而是说跟他有缘他了度 那么最后他可以正到呢 进入到最后的我们讲阿罗汉果的时候呢 那么阿罗汉果中间呢有一个就是不还果 不还果就是一路就是往修行精进 那么到了阿罗汉果以后就无学了 就不需要再学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这个世界不需要学 因为娑婆世界才有学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很像易经的昆卦说不喜无不利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再学习 那不再学习那也没有什么不利了 那但是呢他总就在一个 一个所谓的透明体而已 他在这个地方无色无臭 不生不昧 他发现原来这个宇宙的原理 是真理藏在这个托隆尼门 所有的像生都是从这里去像生出来 所有的所谓的留住生的东西 也是从这里发放出去 所以他是念头的种识 所以当你会进入托隆尼的时候 发了咒语就不能乱发 因为在这里就会所谓的事件就会形成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会刹那的进入这个托隆尼 但是呢如果你念白天的休息功夫不好 你到晚上的时候在梦境的时候 你会用一种错误的事 在托隆尼发出不同的念力 那这样子第二天就有人倒霉 也许你倒霉也许他倒霉 那这下次我们再讲 但是呢我今天要说的是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托隆尼的第二品 接下来的一品的时候 就是妙装王这个菩萨的本事品里面呢 他说这个所有听到这个品之后 所有的人呢都得到了一种法言 什么法言就看到这四些都是空相 原来只有一个透明的相 那既然是这样子 接下来因为大圣菩萨是要去度人 要做菩萨行的 所以佛在最后进入了用普弦品 也就是说最后的二十八品 这个菩萨 菩萨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玄机 佛在这里藏了一个叫做 玄陀罗尼 玄陀罗尼是什么意思 好 也就是你回到了世间 如果你还是跟世人一样 看到这个水晶菩萨是颠倒像 那你作为一个尘道的菩萨 可能也许度人度物人就被毁了 可是呢 如果玄陀罗尼 把这个 现在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试验 就是说 当我用正眼看像的时候 我的这个像呢 看起来呢 眼睛呢 这里是一个颠倒像 可是呢 假设我旋转这样子看呢 天就在我的 就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我这个比喻是不太精准 但是呢 就是让各位可以了解 就是玄陀罗尼就像法轮旋转一样 转这个法轮 也就是说 把陀罗尼 当你是一个菩萨 你要回去度人的时候 要回到世间的时候 你必须要怎么样 有能力 知道这个是颠倒像 也就是说 把陀罗尼门 玄陀罗尼 转向转过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像易经里面 从太挂进入了皮挂 皮挂就是说他不再攀岩 不交了 就是皮疾 那么 当然会太来 所以他不进入这个状态 他进入用什么 用中道进入 所以大致的菩萨 都是从中观师 那么来什么 来度这世间 所以我们看到了佛教里面有一本书 叫菩萨行 他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维士师呢 跟中观师呢 两个人在辩论 那这个菩萨行是什么 也就是从玄陀罗尼 中观师呢 是读了中观 他知道观音源 观音源之外还不够 他知道玄陀罗尼 这世间的像 都是颠倒像 所以他把陀罗尼门 旋转 作为旋转门 当一个菩萨每天都是 记得用普贤菩萨这个能力呢 那么也就是玄陀罗尼呢 这个能力呢 来进入这个世间度人的时候 自己才不会被 这些世间的业力呢 那么拖下去 沉沦 所以他还是可以来去自如 也就是 也就是说 他也可以无来无去 就是不来不去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如来 就是也叫不来不去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呢 我们讲了玄陀罗尼门的重点